欢迎大家来到AWS云端小学堂 我是AWS的BDR,Elly 这集呢,跟各位介绍的主题是Savings Plan 如果你本身有在使用AWS的运算资源 我会在这三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个可以简单节省成本的方法哦 首先带大家来认识Savings Plan 它是一种透过预先承诺用量来换取优惠折扣的方式 承诺的期间有一年或三年这两种选择 假如说你在未来的一年或三年 会有长期稳定使用的运算资源 就很适合透过Savings Plan来取得优惠的折扣 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Savings Plan是怎么运作的呢 假设您承诺在每个小时会使用10美金的运算资源 那么在承诺的范围内 AWS就会提供对应的折扣价格做计费 折扣的比率可以参考官网的价格表 或者是主控台也会有系统根据您的用量产出的建议书可以参考 那操作的部分就会依照一般的随取费率做计费 AWS提供了两种的优惠方案 一种是适用于EC2、Fargate以及Lambda的Compute Savings Plan 它的特色是它可以设置的灵活性很高 另一种则是转属于EC2的EC2 Savings Plan 它可以提供更低廉的价格 下方我们列示了一些个别可以转换范围的距离 比方说呢,在Compute Savings Plan之下 您可以随时变更执行个体的系列 工作负载region 甚至是EC2可以依转到Fargate或是Lambda 都还是可以适用于 Savings Plan的有回 而在EC2 Savings Plan之下 您可以在指定的区域下去变更执行个体间的大小 OS以及Tendency 那在 Savings Plan的购买中 AWS也提供了系统建议供您做参考 让整体的购买体验更直觉 大家可以到AWS的Console中打开Compute Explorer 并从左方的选单中找到 Savings Plan的Recommendations 进去之后呢,画面的最上方是您可以针对自己的需求做调整的 系统也会依照您的需求产出不同的建议报告 新一报告的主轴包含了建议的承诺用量 以及成本的节日分析 最后呢,您可以点击购物车结账就购买完成咯 购买完成以后呢,您也可以在系统检视现有的Savings Plan 那这集的AWS小学堂教学就到这边啦 欢迎大家扫描画面中的QR Code来更认识AWS台湾团队 以及我们的在地案例 或者是也可以开启AWS的账号来使用我们的服务 如果您需要AWS来协助评估Savings Plan或专案需求 都可以直接联系您的业务代表 或者是在我们的官网留言 也都会有专业来协助您哦 谢谢您的收看